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后来就 后来就 他就 但是他给我形容了一个颜色 是 然后那个颜色我就听起来就有一点 有一点觉得 诶 它是白色的 但是它不是那种纯白的颜色 是是是 艾玛丝很多 对对对 他就给我形容一个颜色 他就讲 我说管他 先去看再说 对对对对 然后他就把我提到那个 对对对 他就把我提到艾玛丝小朋友 大概就这个颜色 OK 就这个颜色 是 有一点有点白带灰 哦 是海鸥 应该没有海鸥那么白 好 我们不讲树的 对对 因为它白超多种 对 它就很像白带灰 大概类似这个颜色这样 啊哈 但是我太太想要的是蓝色的 哦 那它是25公分的 哦 真的 对 哇 好厉害啊 然后呢 然后就 就就就就问说要把他拿 是 我太太说 不是蓝色我不要 真的 对然后就 就走了你知道吗 哇 回台湾之后 那个被我老板周边上上下来骂了一顿说 你随便拿回都可以啊 是啊 但是我这辈子再也没在店里碰过 薄金包 就这样冲进去可以碰得到的 真的 就25公分 哎 日本人很有善 真的他们很容易让你拿包 真的很感动 其实 可是问题是哦 因为我在营作看的时候 大概就是 早上大概8点半以后就有人开始排队 那个之前路客多的时候 是 就8点半开始排队 是 想都不要想 是啊 真的太难得了 你知道我其实最喜欢就是跟客人聊这种 有关他们包包的故事 对 不管是有拿到或没拿到 其实都非常深刻 有很多他们在法国 怎么拿到包 跟那个 那个法国的SA怎么演戏啊 怎么演什么剧情啊 对对对对 其实这都非常好玩 花了很多的精神 真的 感谢你收听 喂 连你的pacast了 如果你喜欢我们的节目的话 请记得帮我们按赞 订阅 加分享 也欢迎留言 告诉我们 你对节目的想法 或者是 想听的主题哦 谢谢你